HEM方块POWMAN 这个全是百分百的 我们现在目标是开到一套HEM神装 给了把稿子 这两把稿子长得有点像 但是攻击力差了 好像差了十万 旁边再开一个 他这个只会抱一点装备 所以我们不用管他这个装备 是好是坏了 这个血量变少了 但是这好像无限 不无限 那这个就不要了 看给了什么 头盔 跟我之前的这个头盔 是一模一样 留一个备运吧 没疼块吗 哦这就是煤炭块 立方体 加了百分比的这个 出立方体的概率变得特别高 无敌铁灰雷 我认识他 别打他朋友们 打他好像装备会被清零 我试一下是不是真的 我能超远距离攻击 完了 我那装备没穿 不能超远距离 离这么远 应该也能打到 大家注意 看他的血条 他掉血是因为被火烧了 并不是被我打了 而且他要一直打我 火烧 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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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会清空你的装备的 我印象里 我好像在哪个系列里玩过 遇到过一次 而且他的防御力是能有显示的 咱们这整合包里是不显示的 妈呀 太吓人了 这胸甲赶紧穿上 哦 这胸甲不能穿 这胸甲过于变态了 幸好之前留了把剑 不然现在我可能连剑都没有 这种铁傀儡以后开出来就不要碰他了 惹不起 我们先做一套垃圾装备穿上 好像并不是很垃圾 广角 调一下视角就好 调到60 这就能接受了 速度偏快 这个瞬间抢走了 我得有个一套装备 一套神装 再拿个水桶 还是来24个 铁灰蕾都开出来了 还怕没有那个 黑影大哥 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 不要忘记点赞视频 同时关注一下叶峰这个小作者 不然下次你就刷不到了 什么东西 哎 斧子 这攻击力肯定比我手上的 无限攻击力 太好了 那个紫色方块 后期我们还是要开一下的 因为加攻击距离真的很有用 比如说刚才那铁傀儡 要不是因为我攻击距离短 他能碰到我 根本不可能 哎呦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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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强祭坛 这个绝对是爆好东西的 帮他灭一下火 看来爆什么 爆了吗 爆剑了 哦 昨天的那把剑 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还没看评论区呢 不知道评论区里有没有人能念出这个名字 看这什么 命名牌 不要 膏子 不要 哇 先开几个那粉色的 我真怕他又开出个铁傀儡 清空我背包啊 什么东西 附魔台 我还真没有 再来一个 普通的弓 鸡炎凶甲 是不是 有用吗 哎 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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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不要了 防御力反正没减弱 咱们还剩最后 11个啊 11个黑木方块 否则我有了 不用要 幸运井 看一眼幸运井 咱们再开 这一组开完 再开24个黑木 如果没出黑木胸甲 我也不开了啊 咱就算黑木方块 成功挑战 行吧 不然的话再这么开 就必死啊 朋友们 那是逃不过去的了 哎 我怎么感觉 我转化桌好像忘拿了 好家伙 没有转化桌 哎 不会飞了 完了 开出个大船来 我们现在飞行效果不见了 墨地传送门 哎 这什么 损坏的祭坛吗 垃圾祭坛 哦 不是 哦 我厉害了 全是武器 全是那个材料 让我们自己做是吧 那还有一个箱子 天呐 黑木图腾 最强道具 让我整到了 朋友们 先都带回家 这个祭坛 比那个随机爆 应该要好 它可以自主做 朋友们 哈哈哈哈